作为联盟第一人詹姆斯,想必已是个当年中的偶像,然而做古英雄出少年美帝,有这么一个家伙那是相当仇事,詹姆斯似乎跟他有仇一样,不是过人君,推牛不信,你看这霸气外露的鞋势眼白,都快翻出来了跟詹姆斯合照,冷漠直接写在脸上了打个比赛,都要下毒手,再看看这可不得踢扣,詹姆斯的态度,看这砸球的力道和姿势,你说他俩没仇,过人君我是不信的这个二年级声音,看到詹姆斯就好像浑身充满了劲, 如果有关注凯尔克人的老铁门,肯定知道他的名,次杰伦布朗,1996年10月24日出生的杰伦身高2米,01体重,103千克,在场上司指小钱风从高中介开始,文明全美的他,有着非常敬爆的身体素质,一言不合,就起飞没透大一效力,于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的他场均上场,27分钟,能看下14.6分5-4个篮板,虽然运动天赋,十分爆炸,但不稳定的投篮, 让当时各大球队不敢先一下赌注,NCAA中规中矩的数据也不是特别亮眼,然而在2016年的选秀大会上,杰伦布朗在第三顺位被凯尔克人摘下恩吉,毕竟是恩吉这位,凯尔克人总经理还是愿意于成人的眼光,征服了大家在杰伦布朗刚进联盟纳会擦场, 均可以上场17分钟交出的杂卷,是6.6分,2.8篮板0.8助攻,以及不足7成高高的罚球命,正绿就在大家以为这次绿海,真的只是选了个自知八达的喜秀时,杰伦布朗用实力赛,一次告诉大家恩吉,就是现役总经理中,选秀眼光最可怕的那个家伙,在海外的受伤后, 杰伦战朗不仅承呆吉封线的防守重任,还在进攻一段扛起了球队在杰伦本赛季场均,上场31.3分钟中,他能砍下14.6分5,九篮板,以及1.3助攻数据,几乎翻了一倍,本赛季轻松分下8次20加的他赛程刚打不到1,半德分总和就已经超越了上个赛季,然而数据体现不出的,则是他给这支球队打来的,激情和动力,厉害大战,勇士那一场几乎全美,都在关注此时的,二年吉秀杰伦布朗就在, 无数人的眼皮底下,一次又一次的把勇士给打倒在地,并且赛季表示这场比赛的表现,送给他自杀一世的大脚,虽然厉害送出了后卫线上最可怕的防守人布拉德力血迎来,老更全面更可怕的防守者杰伦布朗,二米,零一却有着2米13的B斩,战力摸高,高达2米06之色的B斩长度,外加适次的横移能力他,的防守空间十分充足,并且在史蒂文斯的调教下,杰伦布朗阅读防守的能力愈加强大, 在赛场上只要他想念上对方那对手只能苦不堪言了,杰伦布朗在如今小球时代也展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球风,那就是硬判风格,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他的眼神的动作从来都是凶狠无比, 在如今的联盟中这样的球员越来越少,越来越好的凯尔特人,加上愈发强大的杰伦布朗,也许真的在,不久的将来这只雄狮之军,会在这些家伙的组成下,在这个联盟带起血液先锋,欧洲不便向转身练球,败败贴球NBA多人教学平台,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